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侃 俄乌首轮谈判果然没有任何成果 双方商定在谈 下一步战场形势如何走 以及国际社会的态度怎样演变 将会影响俄乌各次谈判立场的调整 俄军在摧毁乌克兰大量军事基础设施 并大体取得乌全境的制空权以后 在地面上的进展比人们预期的小 但与此同时 俄军包围基辅和乌克兰东南部主要城市的态势基本形成 也就是说俄军没有形成闪电站 但俄军正在逐渐完成对基辅等城市总攻的部署 未来战场形势如何走 取决于普京的决心和乌克兰军民抵抗意志被动员起来的程度 从目前看 外围的形势对俄罗斯非常不利 整个西方被相当充分的动员了起来 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不仅成为政治正确 而且成为了西方世界的一种激情 除了不派官方军队参战 西方各国竞相出钱出武器 甚至有很多个人申请自愿前往乌克兰作战 连芬兰 葡萄牙这种很少惹事生费的欧洲国家 也都卷入了这股抗俄的激流 虽然所有公开反俄挺务并且付诸行动的国家都是西方成员 还是一贯的那个圈子 但他们制造了国际社会共同反对俄罗斯侵略的很大声势 其他国家没有声音 加上SWIFT将俄罗斯踢出 让俄罗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 这样的外部形势似乎对乌克兰的战局在产生影响 一方面 泽连斯基政府摆脱了初期的混乱 士气饱满了起来 泽连斯基被西方舆论捧送为英雄 他迅速成为了乌克兰抵抗运动的象征和偶像 各地碎片化的信息和视频显示 发生了很多乌克兰军人相当顽强的抵抗 俄军的推进和包围迄今没有造成乌军大规模成建制的投降 那个国家的抵抗意志显然尚未被瓦解 在俄罗斯这边 他们的军事优势是绝对的 但或许是因为西方强大的舆论压力 俄军对使用重武器攻打城市表现出忌惮 他们显然在努力减少平民伤亡 美军在世界各地犯下战争罪 但西方舆论总体上不予追究 现在海牙国际法庭却已经接受了乌克兰提起的诉讼 速度之快大概前所未有 然而普京不可能后退 西方媒体公布了俄军长达60公里正在向基辅移动的钢铁拘留 俄方的战力集结速度肯定会大大快于西方增援到达的速度 接下来俄军大概将在夺取战场胜利 和不让西方抓到突出的伤害平民证据之间寻找平衡 普京虽然军事优势在握 但政治风险极高 俄军如果做不到迅速取得决定性的战场胜利 摧毁乌克兰的抵抗意志 那么这场战争就真有可能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那样的话泽连斯基作为抵抗运动领袖将如鱼得水 以战场为基础的政治形式将可能发生对普京政府致命的转变 乌克兰从发电厂到供气站再到主要舆论平台 迄今大体完好无损 普京比发动伊拉克和南联盟战争的时任美国总统要谨慎小心的多 也许是师出有名的薄弱 导致了莫斯科想用战产上的人道主义加以弥补 现代战争是舆论战高度参与的综合对决 俄罗斯显得单薄 所以他们虽有军事优势 但面临严峻考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